目前玉里乐活运动馆也在规划当中 为了要成为南区最大全民运动基地 等工程完毕之后会把运动功能转移过去 让艺文中心成为专属艺术空间 也成为花莲南区多功能的艺文重镇 为了让运动以及艺文两大项目活动局域分开 玉里镇除了才刚刚整凶完工的玉里艺文中心之外 华丽宣政府正在规划玉里乐活运动馆 位置就在玉里镇的老人馆附近 未来就是专属于运动空间 就在我们另外老人馆那边起了一个乐活馆 那是整个动态的这个体育管设 for全民都会在里面 老人馆旁边有一座网球场 一旁也有公园 未来这里将会重新整理 打造全新适合全民都能运动的空间 那也是我们应该是细设 现在已经进到细部设计 明年会动工 希望能够在115年前能够完成 目前玉里乐活运动馆规划当中 未来将成为南区最大全民运动基地 等工程完毕后 将把运动功能转移过去 乐活运动馆完成后 将为玉里正机能注入新活力 满足各年龄层民众 提供友善乐活运动空间 记者高双双 玉里正采访报道